未来十八日至二十六日,蜀鸡人将迎来一段极为旺盛的财运期,堪称是大富大贵之相。 这段时间内,蜀鸡人最有可能实现财富的迅速累积,甚至迈向成为富翁的道路。 以《易经》中的迅挂来解读这一段时期的运势,迅挂的柔和顺影,风行天下的挂矣,与蜀鸡人当前的命运走向紧密相连。 迅挂,象征着风,寓意着顺势而为,柔中带刚。 迅者,入也,顺也,具有随顺自然之意。 在这段时间内,蜀鸡人的命运如同顺风而行,无论是事业上的决策还是投资上的选择,皆能顺风而进,财运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。 风行于天地之间,周而复始,表示蜀鸡人这段时间内的财运不会是瞬间的爆发,而是如风般持续不断,带来长久的财富增长。 天干地之的结合,也进一步印证了训挂所预示的吉兆。 地之中的游与寺形成半合局,进一步增强了蜀鸡人,财运的稳定性和持久性。 这意味着,蜀鸡人在这段时间内,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智慧获取财富,还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顺势而为,事半功倍。 正所谓风生水起,蜀鸡人在这段时间内的财富积累将如风卷云洞般迅猛且深远。 此外,训挂中所体现的柔顺与通达,提醒蜀鸡人在这段时间内,应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。 财运虽旺,但若过于自满或急躁,可能会错失良机或导致运势受阻。 蜀鸡人应顺应天时地利,谨慎行事,才能将财运最大化,真正实现财富的飞跃。 在关蜀鸡人屯挂,下阵上坎,向止雷雨交加,万无是声。 屯为难,为贤祖,亦为创始。 正和蜀鸡之人荡勇于开拓,突破困难,方能创造更大财富。 初九约盘缓,立居真,立剑后。 此谣事无等,蜀鸡之人荡稳重谨慎,坚持正道。 盘缓者徘徊不前之下,严当审时度是,不可冒尽。 立剑后,事无等可立大功,成大业。 或可考虑创立新的事业,开辟新的财源。 六二约,尊如湛如,乘马班如,匪寇昏购,女子真不自,十年乃自。 此谣事无等,蜀鸡之人荡耐心等待,切勿急躁。 尊如湛如,严困难重重。 燃成马班如,是终将突破困境。 匪寇昏购,严表面看似危险,实则有喜事将至。 女子真不自,十年乃自,严当坚持己见,终将得偿所愿。 在投资理财上,当坚持自己的判断,不为外界干扰所动。 六三约,即录无余,围入于林中,君子己不如舍,网令。 此谣事无等,蜀鸡之人荡之进退,适可而止。 即录无余,言贪心不足。 入于林中,是陷入困境。 君子己不如舍,言荡即食之损。 网令,是若继续前进,将有悔恨。 在投资上,当涉制止损点,务实损失扩大。 六四约,乘马班如,求婚购,往极无不利。 此谣事无等,蜀鸡之人荡积极进取,把握机遇。 乘马班如,是快速前进。 求婚购,言寻求合作。 网极无不利,是前途光明,无网不利。 此时当大胆投资,扩大经营规模,必有丰厚回报。 九五约,屯齐高,小真吉,大真凶。 此谣事无等,蜀鸡之人荡量力而行,不可好高无远。 屯齐高,言积蓄财富。 小真吉,是小规模投资有利。 大真凶,言大规模投资,恐有风险。 故当审慎评估,循序渐进,方能稳步增长财富。 上六约,乘马班如,气血连如。 此谣事无等,蜀鸡之人荡警惕过度扩张带来的风险。 乘马班如,是快速发展。 气血连如,言伤痛难忍。 故当适度发展,勿使扩张过快,以免难以慰藉。 在企业经营中,当注重可持续发展, 勿为一时之力而忽视长远规划。 观此一挂,可知蜀鸡之人未来, 虽有发展机遇,然亦有风险挑战。 故当审慎行事,稳中求尽,方能创造更大财富,实现长久发展。 宗观蜀鸡之人,却有财运亨通之下。 然天道酬勤,人谋一身。 故当既顺天时,又尽人事。 当居安思维,未雨绸缪,当开拓进去,把握机遇。 当谨慎行事,稳中求尽。 如此则可实现财富增长,迎来人生巅峰。 然常言,真正的富足不仅在于物质,更在于精神。 故劝诸位属鸡之人,在追求财富的同时,荡不忘修身养性,积德行善。 如此方能福泽绵长,享誉四海。 愿诸位谨记,物负光阴,物负己身。 前途光明,未来可期。 祝诸位福寿绵长,财运亨通,万事如意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所有的亏欠,都会在相应的时间内,得到补偿。 在这个世上,没有平白无故的亏欠,有的只是一种考验和魔力。 当我们都通过了考验和魔力,相信你我的未来,终究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。 谈到亏欠,很多人都觉得不公平,为什么别人一辈子都顺风顺水,而自己一辈子都无可奈何,狼狈不堪。 其实,这没有什么好比较的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,没有人能多占什么,也没有人会少得到什么。 从天道的角度来说,一切都是公平的。 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写道,天之道,损有余而补不足,人之道则不然,损不足以奉有余。 在人间当中,富的人越来越富,穷的人越来越穷,这是弱肉强食的竞争体现。 但是,天道却不一样,它会让一切都趋于平衡。 人道终究要受制于天道,不要认为人就是这世间的主宰,也不要觉得福气不会来到自己的身边。 要知道,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,一切的福或吉凶都是平衡的。 人间亏欠你的一切,在未来,老天会慢慢地补偿你。 每个人的福气都是差不多的。 人活于世,都想活得幸福一点,拥有属于自己的福气。 但是,这所谓的福气真的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吗? 对于那99%的普通人来说,他们的福气是相似的。 而对于那1%的人来说,他们是天之骄子,是历史的选择者,自然不能比。 我们都是普通人,那我们就不能跟1%的人去比较。 有些人看到某某人赚了几千万,就羡慕。 有些人看到别人住别墅,自己住商品房,就感觉到不幸福。 有些人看到别人资产过亿,自己没啥资产,就感觉到自卑。 这一切真的有必要吗? 没必要。 有句话说,很好,所有的痛苦都是比出来的。 所有的福气都是自己弄丢的。 我们之所以活得痛苦,不在于我们没有福气,而在于我们自己抛弃了福气。 人,比较太多,那就算是老天,也不会帮我们。 所谓人心不足舌吞向。 在这个世上,没有谁是永远好运的,哪怕有,也并非是我们。 如此,那我们就不必纠结了。 一切要顺其自然,也要安平乐道。 人,活在当下,连老天都会帮你。 老天最爱帮什么人呢? 有善心,且懂得知足常乐的人。 这,就是老子所说的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 没有善心,总是喜欢坐监放科,见走偏锋,那他就离倒霉不远了。 像这种人,并非是老天不愿帮他,而是他本身就不值得帮。 反正,一个人有善心,一辈子都稳稳当当做人,也守得住个人的原则,那他又怎么可能活得不幸呢? 要知道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本就是一种善报。 有道是不做亏心事,不怕鬼敲门。 一旦遇到了什么问题,如果我们心慌,怕别人来寻仇,那就证明我们不会有好的结果。 而如果我们啥都不怕,问心无愧,那我们又怎么可能没有福气呢? 太上敢应天,行善如春园之草,不见其长,日有所增。 行恶如磨刀之石,不见其损,日有所亏。 做事保持善意,就像是春园的小草,福气只会一天天地增长。 而作恶多端,那就像是磨刀石一样,福气一直在亏损。 人间最大的公平,不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成为富翁,赚取一万身家,那是不必要的。 因为人走到最后,都是一场空。 反而是你我的心,是否踏实善良,简单喜乐。 人间欠你的一切,老天都会慢慢地补偿你。 随着物质化社会的逐渐发展,很多人都变得急躁起来,力气逐渐增多,而温和的心性逐渐减少。 这,就说明我们的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。 当一个人只有力气的时候,那他又能做成什么事呢? 当一个人只懂得搞阴谋诡计的时候,那他又能取得什么成就呢? 对此,很多人会疑惑,做个善良的人不就容易被欺负了吗? 其实,我们所要做的,并非是盲目善良的老好人,而是懂得给自己的善良加点锋芒的强者。 要知道,真正的善,理应留给那些爱我们的人。 这一刻,我们保持了善良,但依旧被他人排挤。 也没关系,因为在光明的物质,一遇到污垢,也会让人感觉到惭愧。 那我们只需要一直散发着光芒就好。 也许,我们的善意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富贵,也不能给我们带来权势,但一定能给我们带来心安。 有些人作恶到最后,进去了,有些人算计到最后,被人吞并了,有些人满肚子诡计,最后还是坠坠不安地过日子。 这,又何必呢?能够过得安稳,啥都不担心,平平淡淡一辈子,那就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了。 要知道,平平淡淡,才是真。 所有的奢华和荣华,也不过是俗世的泡沫,一处急迫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